最近许家印是大麻烦了恒大的问题不断 最初不过是供应商跟承建商的款项问题 最近又出现了恒大财富的问题 现在恒大也说了9月份销量将大跌 同时想要出售的大宗资产又没有顺利出售 许家印接下来要应对的局面将非常的困难 当然最近麻烦的富豪不止许家印一个 还有前香港首富吕志和 最近澳门博彩业出现了一个重大消息 澳门已经启动修改博彩法的公开咨询阶段 也就是说很快澳门赌牌进行镜头的时间跟规则都会定下来 包括未来赌牌的数量等等 很快就会公布了 从大方向来看澳门对于博彩公司的监管将越来越严格 同时澳门也将要求博彩公司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这个消息出现之后 资本市场就出现了巨大的地震 澳门全体博彩公司市值大跌 其中吕志和控制的银河娱乐一天市值蒸发了20%多 足足损失了425亿 吕志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如果在新的赌牌镜头中失败 那么银河娱乐的一切可能就将成空了 到时候他们在澳门的物业都可能将无偿交给澳门 2014年吕志和控制的银河娱乐上市 当时市值一路暴涨 那一年吕志和也以300多亿美元的山家超过了李嘉诚 成为了香港首富 华人首富跟亚洲首富那一年 有人统计过吕志和没5秒赚的钱就可以买一台蓝波基尼了 2001年澳门镜头赌牌 当年吕志和本来是跟美国的金沙集团一起镜头 当年澳门是拿出了三张赌牌 最终这三张赌牌被吕志和跟金沙联合的财团拿下一张 和浑身的澳伯拿下一张 另外永利集团拿下一张 后来吕志和跟金沙集团在经营上出现了分歧 于是澳门就决定分拆赌牌 把三张赌牌通过主牌跟副牌的方法 变成六张赌牌 随后吕志和就自己成立了银河娱乐 在澳门发展 很快吕志和就陆续建成了银河度假村等场子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吕志和的经营理念跟何鸿燊不一样 何鸿燊一直守着澳门的老区 认为那边人为我更旺 吕志和却在澳门新区盖了大型的度假村 把更多的元素都带入赌场 事实上证明 吕志和是正确的 银河娱乐最近十年 一直是澳门第二大博彩公司 仅次于金沙中国 银河娱乐一年的利润超过100亿 市值稳定在2000亿以上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影响 吕志和损失不少 虽然银河是六家博彩公司中 唯一可以保持盈利的 但是利润规模相差跟往年相差太远了 如今疫情还在持续 而新的麻烦又来了 吕志和估计压力也是不小 今年澳门博彩收入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是收入瑞减 从目前来看 全球疫情形势依然是晦暗不明 估计未来两年都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 澳门博彩收入只要来自游客 如今这个情况 未来两年博彩收入肯定继续受到影响 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导致了博彩股市大跌 当然麻烦的不只是吕志和一个人 何鸿燊家族也是一样麻烦 他们持有三张赌牌 镜头的压力更大 何鸿燊刚刚去世 何超穷刚刚接班 就面临如此大的一个考验 对于何超穷来说 确实是压力巨大 吕志和最新的身家超过了一百七十亿美元 是目前香港的五大富豪之一 吕志和跟李嘉诚等人也是好朋友 不过吕志和为人低调 认识的人比较少 吕志和比李嘉诚只小了一岁 他祖籍是广东江门 吕志和的父亲多年之前在美国淘金 后来回到中国 在江门经营酒庄 吕志和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里人去了香港 吕志和16岁的时候就在香港创业 当时吕志和在香港做面粉生意 因为是日战期间粮食短缺 吕志和很快就发了大财 当时吕志和足足赚了几百万的日本军票 当时吕志和持有的资产 足足可以在香港买下一条街了 不过吕志和当时年轻不懂投资 最终日本战败 吕志和持有的军票成为了废纸 之后吕志和没有放弃 他跟奶奶借了一些钱 然后跟着自己的叔叔学习修理汽车 之后吕志和就自己开了一个修理汽车的门店 吕志和真正发家也是跟霍英东一样 是搞战后物资的 二次大战之后 吕志和认识了一个日本人 当时美军撤退 留下了大量的战后物资在日本 吕志和就通过了这个日本人的关系 从日本购入了大量的战后物资 然后运到香港销售 吕志和后来回忆 当时有一次运一船的吉普车到香港 一转手就赚了两百万 几年下来吕志和就成为了大富豪 他又拿着钱在香港 买下了好几个矿场 当时香港大举见矿 石矿是供不应求 吕志和利用机器来挖石矿 效率又高 质量又好 生意是非常红火 六十年代的时候 吕志和已经有实力 可以拿出一个亿 在香港承包下一个巨型的石矿了 后来吕志和生意不断扩展 发展到了酒店 建材 地产等等领域 事业越来越大 不过在2001年之前 吕志和的实力 跟同时代的李嘉诚相比 还是差了一些 不过这一年澳门镜头赌牌 吕志和联手美国金沙一起镜头 当时吕志和的嘉华集团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豪华酒店集团之一了 靠着运营豪华酒店的经验 加上金沙的帮助 吕志和成功拿到一块赌牌 吕志和刚刚进入澳门的时候 还曾经被梁安琪针对过 当时吕志和的酒店正在开工建设 结果梁安琪却派了水房赖去捣乱 吕志和知道之后也不害怕 他给何鸿燊打了电话 把事情说了 何鸿燊马上知道事情不简单 立刻就阻止了梁安琪 不知道这次的危机 对于吕志和跟何鸿燊两大家族来说 将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说 恒大负债相当于五个富豪的全部身家 但这并不代表恒大会轻易倒下 很多人知道恒大负债多 根据2021年恒大财报显示 恒大的负债金额达到1.95万亿 比阿里和腾讯的市值加在一起还要多 也就是说中国排名前五的富豪 把全部身家拿出来也还不清这笔钱 不过负债具有相对性 表面看上去这1.95万亿负债确实太多了 不过要是跟公司2.37万总资产比起来就不多了 换句话说 恒大资产还有3000亿左右 实际上这些债务当中包括5000亿有息负债 6000多亿的应该是贸易账款 那么余下的那些是什么负债呢 其实剩下的负债就是还没有卖掉的房子 开发商手里的房子还没有交付 那么就算在负债这一部分里面 不过这些负债不是有息负债 而是恒大的负债 在过去一年当中已经减少了3000亿 但是恒大问题出现在哪了 有的人肯定知道这个行业的规矩 跟实力强的企业合作 那么对方基本上都会压你的资金 甚至一压就是一年半载 但是小企业往往喜欢跟大企业合作 那是因为对方的资金有保障 过去大家都信赖恒大 但是恒大一旦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 大家心里就开始慌了 一些供应商就会主动找上门来要钱 再加上外界的大肆渲染 因此弄得更加的人心惶惶 实际上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么多负债不可能在几天内 或者一个月之内就能解决掉的 大企业的钱都是充分利用起来的 放在手里的现金其实很少 恒大当然也不例外 如果供应商或者其他合作者在短期内不信任恒大 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信任危机 虽然现在恒大市值才500多亿 但是净资产还有3000多亿 退一步讲 如果恒大真的无法还清债务 那么把工资全部清盘以后 还能剩下3000多亿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所以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恒大就算欠下了这么多负债 也不至于会倒下 而这个时候恰恰能够体现出徐家印的能力 所以大家还是要给他一些时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